虽说家和万事心 但如果父子夫妻同在一个公司服务时 往往容易产生摩擦 特别是家族企业 反而伤害亲情 后辈为了保持父子有亲 是否另谋出路 避免于父亲同在一个公司上班 集成父业更好 真正解决的方法还是读书 开智慧 智慧开了问题自然解决 没有智慧这种事与逃避 那么这个冲突不能够化解 一定要读书 要读圣仙书 一定要接受中国传统教学 中国传统教学能解决一切冲突 这个话是外国人说的 英国唐恩比博士说的 他故事也有很多年了 他说这些话大概是在1970年代 所以一定要学习 这个父子有亲 你早就把那个情忘掉了 哪里来的情呢 情已经变直了 变成怨 这个问题很严重 儒家只讲到 讲到这个当然了 没讲到所以然 更深入一层的所以然 那一定要在佛法里去掌握 中国自古以来 朝朝代代 都有很多孝子贤孙 有多少感人的一些故事 给世间人做典范 现在没有了 往后还有没有呢 往后更没有了 为什么原因呢 那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对于别人 有没有不识恩德 我们自己不能够以恩惠 对待别人 你哪有报恩的子孙呢 没有啊 佛告诉我们 人跟人的关系是四种源 最亲近的就变成一家人 就变成父子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没有这个关系 不会到一家来 连你这一生 所遇到的朋友 好朋友 也是这四种源 没有这四种源呢 见面也不认识 所以这个你就要懂得了 那个有家里出孝子贤孙的人 一定他家里世世代代的 都做好事 都对别人呢 友好 都是很乐意帮助人 那些受了恩惠的人呢 他投胎的时候 来的时候 就到你家来 变成你儿子孙子 他当他报恩的嘛 孝子贤孙呢 你如果得罪了这些人 欺负了这些人 他也到你家 做你儿子孙子 他将来就是败家子 就是来抱怨的 来讨债的 讨债的 你辛辛苦苦赚的钱 他会把你花头光光的 花天球地花光 讨债的 抱怨的时候 他还要你命 过去你害死他 他还要来讨命 英明国报啊 这个事就麻烦了 所以总而言这一句话呢 佛说的很有道理 人生仇业 我们人到这个世界来说 为什么呢 仇长过去所造的业报 过去造的善 你来享福 过去你造的罪业 你今天受苦受难 所以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无论受什么样的苦难 不怨天 不由人 自己造的不善的因 现在欢欢喜喜承受 承受的时候 不怨天 没有成会心 没有报复心 账就结了 账结了 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 来是怎么 就是好朋友了 怨化解掉了 怨家一结不一结 你要是借这个怨 常常怀恨在心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生生世世 彼此都痛苦 这就错了 所以明白人的时候 我这一生 我能够忍 我能够让 事情就化解了 就没事 过人如此 家运也是如此 过运也是如此 没有例外 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 所以一定要很认真地来学习 学服不容易 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想多做一点好事 改善我们来生后世的命运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 如果这一生当中 不明白这个道理 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高兴 依旧造罪业 尤其跑到佛门里面 还在造罪业 那你就错了 为什么 来生的时候 眼看着你造这种罪业 你堕三土 你不了解 你不了解 邪阵 是非 争妄 这叫愚痴 愚痴是畜生的国宝 你有诚恨心 诚恨心多地狱 你有贪心 贪心多恶鬼 现在人齐心都念 都是三窝道的原因 多半都到三窝道去了 学佛的人最后到三窝道 那就大错特错了 学佛的人最低限度 要能保住人身 保住人身是什么因 中凭是善也到 三规五戒 中凭是善 你能保人身 上凭是善 神欲皆天 应当把我们来生 不断向上提升 这才对 我们往下坠落 这就错了 所以人 你看看 佛家讲的时候 一定要有菩提心 常常想到 我对待人 对四对五 是不是真诚 是不是亲近 是不是平等 是不是慈悲 要常常念着这个 常常想着这个 是不是 这是过去中国儒家教人 存心 爱尽 心里常常存着爱人 敬人 爱尽存心 佛法教我们方便为门 方是方式 便是便宜 用现在的话就是最恰当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 这叫方便 最恰当最好的方式 没有一定 因人因私因处不同 你有智慧 去通拳打便宜 所以佛法 始终修学的 都是智慧 智慧 从哪里来 清净心来 清净平等心 生智慧 心里的烦躁 急躁 那生烦恼 不生智慧 烦恼处理问题 没有不犯错误 智慧处理问题 决定没有过失 所以智慧 是从清净平等心来的 我们这个清净平等心 在哪里修呢 就在日常人寺上修 修得最快 你每天接触这些人 有善人 有卧人 你在这个修平等 你要是离开这个环境 到哪修 没地方修了 你到深山里修清净平等 修个十年二十年 觉得很清净很平等了 一入都市 马上就乱了 经不起考验 真正修行 就在这个复杂的人世环境里修 那个起落最大 起就把你提升到天界去了 落就落到山土去了 大起大落 那香港这个地方 尤其是海边上大起大落 所以你要会 会的人在起得快呀 这个不会的人落得很快 在这边 阿尔 这边有PD 有一员 是 可以